好的 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玄学之夜 嗯 我们今天是聊这个动物之森 所以我们决定在动物之森游戏里面直接进行玄学 而且今天其实有两个变化 我说你是在打喷嚏 真是太吓人了 然后那个今天有两个变化 一个是我们直接在在动物之森里面搭了个小台 然后这样的话观众可以在我们聊天过程中 至少也有东西可以看 然后另外一个呢 孟非这两天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叫Mirror 然后Mirror就是有一个相当于共享白板 然后在Mirror上面呢 如果你们觉得无聊 也可以打开那个Mirror的链接 然后在里面去这边画什么东西 打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我会定期来看一下的 我在直播间也给直播间的朋友看什么样子 反正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的频道简介 也可以打开那个Mirror的链接 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很多人一起互动的一个白板 以后我们每期选学都会用这个软件 然后在一开始 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选学 因为我前两天意外的发现 竟然在微博上有一个ID也叫游戏玄学 是真的是什么道家学会的道士 然后开的这么一个ID 而且据说有上百万的粉丝 所以我在想要不干脆改个名算了 你说叫玄学好像好容易让人误会 我不想让人觉得 那我就改回游戏的人也可以 游戏的人 游戏的人也可以吧 那以后我们 因为你现在另一个 你现在另一个部怎么开了 实际上你就叫游戏的人就可以 那好吧 以后干脆就叫游戏的人算了 或者叫游戏森友会 因为我在想以后可以 其实平时都可以在这个动物之森的 这个小岛上面大家一起选学 有没有一种开了圆桌派的感觉 挺好的 对吧 挺好的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聊聊今天的话题 首先我想先分享一下 就是我接触动物之森的一个经历 就是这两天动物之森 已经上市大概一个星期了 然后这个火爆程度 相信我已经不需要多说 基本上所有我认识的游戏群也好 甚至是非游戏群 都开始在聊 这个动物 都开始在发很多动物之森的图片 或者是各种梗 它基本上已经成为了 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 至少在游戏圈的一个小爆款 但是甚至还有一点点出圈 因为我看到上海的消防局 好像有在发 也在发动物之森的梗 很逗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游戏的火爆程度 我一点不感到意外 当然火到这种程度 我还是多少有些意外 但是我是说 我预料到这个游戏有可能会火 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2013年 我第一次接触这场游戏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 这款游戏其实真的挺好的 但是很奇怪 就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就发现大部分国内的玩家 实际上是不知道这个游戏 或者知道也都没有玩过 这个当然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这个游戏本身 当时没有中文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内 大部分人也都没有主机 想要接触这游戏 其实的确有一定难度 所以它就一直保持一个很小众的状态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游戏的魅力的时候 其实是当时3DS版刚上市 在澳洲 然后当时我对这个游戏 属于是已经听了 已经久闻已久 那个时候NGC的时代 我就知道这个游戏 但当时就觉得 就有点看不懂这个游戏 我看就是画面特别的 特别的低龄是吧 二头身 然后具体玩法 你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很疑惑 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有什么 有那么好玩吗 直到后来2010年左右 我当时听到一个故事吧 就是关于这个 好像NGC时代 不是流传了一个 好像把游戏给他妈妈玩 然后后来还留下信 这个漫画 你在网上也能找到 就是一个IGN的网友 他分享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让我对这游戏 更加的好奇 就是说什么样的游戏 它还可以 不但能够让人与人之间 情感能够连接起来 而且还甚至 把这种情感 就是哪怕这个人去世了 还能够继续传达下去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直到2013年 14年那段时间 我接触到了3DS版 然后在澳洲是大火 就是基本上游戏店 全部都是铺天盖地 就跟现在你看到Switch的盛况是一样的 我就当时也去买了 买了之后回家玩 然后一开始也是有点看不懂 我当时被他这个游戏吸引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是你每天都可以收集一些化石 然后这些化石可以在博物馆里面陈列出来 最后会变成一个恐龙的那种形状 这个在NS版也有 而且NS版还有进一步的升级 我当时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而且每天他跟时间绑定 每天都可以做点小事情 直到我第一次带着动物资深去参加澳洲的游戏展PEX 我才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游戏为什么这么火爆 就是在那之前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于日常休闲养成类的小游戏 但是我去了PEX以后 我看到在PEX上几乎每十个玩家就至少有两到三台 三DS 两到三个玩家在拿着3DS 然后他们基本上都在玩动物之身 然后大家都在那刷尖 玩擦尖 然后刷那个擦尖 然后都在那选家具 而且有专门那种连机的区域 然后所有人都坐在那里 用3DS玩动物之身 然后那种盛况看到以后 你就顿时发现原来这款游戏其实是一款社交游戏 就是它其实鼓励大家去认识其他的玩家 然后互相去交换彼此的这种小小道具也好 或者是到到彼此的岛上去玩也好 就就有很多这种很纯粹的乐趣 这是我的就是我自己对这游戏的一个接触经历 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哎这个游戏如果在国内能活起来 该有多好 因为那个时候13年14年 国内火的游戏可能都还是一些业游吧 嗯 那我不太记得那个时候火的游戏是什么 但是我总觉得像这类游戏是国内那个时候 没有的一种氛围 然后当时就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国内 然后事隔多年终于看到这样的景象 其实我是非常开心 来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接触动森的一个经历 我在今天那个上全学之前亚伦知道我下午接受了一个三个小时的访谈 然后这三个小时的访谈其实就是关于动森的 是那个国内一家就是GQ的这个这个杂志 他们他们想做有关动森的主题 所以所以就是我下午其实已经聊了很长时间的动森了 嗯 然后正我我现在正在Mirror上面更新 今天下午我跟他们说的时候顺便梳理了一下这个历史 其实也就只是把百科上面的东西搬了一下 但是我就照着这个对照了一下 我当初开始玩这个游戏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和亚文一样 就是动森系列其实01年开始就有了 早期N64后来NGC 然后他包括他上NDS的时候 我好像都只是玩了一下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玩的很多 我也是和亚文一样到3DS上面才是就是很投入的玩 3DS上他是日版是2012年11月8号发布的 然后这个美版是2013年6月9号发布的 我我的DS上面显示我最初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间应该是2014年 所以我可能比亚文晚一点吧 嗯 就是我最开始玩的时候也是不明白 我从他那个从他在NDS上的时候我就曾经下载过他 然后当时就是很短暂的玩了一下 我觉得不是很懂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他 然后3DS上我当时开始玩他的一个初始动力是 我觉得他和我他和我那个时候开始琢磨的研究的理论非常一致 就是我觉得游戏本来就是机器中的花园 然后我们在游戏里面是扮演狩猎采集人的生活 当然像怪物猎人这种就是很明显的狩猎采集 就是很明显的狩猎不一定有采集 但是我老觉得他不是特别符合我对于理想的游戏的这种这个预期 所以当时动森出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游戏其实和我的预期还挺一致的 我就我就我就跑去玩了一下 但是一开始没有被吸 后来被吸引是因为我在贴吧上面逛 就是动森在3DS就国内玩动森的3DS上面的一个群体有很多女生 我觉得可能会比其他的游戏的玩家群体女性玩家更多 所以意味着意味着他的社区氛围会更友善 然后就是女性玩家也会更愿意分享他们和这个游戏相关的一些经历 我就记得我当时看到一个帖子一个小姐姐写的 她说她说那个就是为什么 她前面就做了很多面向新手的介绍 介绍的特别详细 然后她最后写了一段说我为什么玩动森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小动物在给你浇花的时候 这个唇边露出的微笑 什么喜欢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的时候 然后那个其他人跟你招手就是你你向其他人招手能够有人回应你 总之就是很喜欢这种和小动物亲密相连的这个感觉 然后我我当时刚开始玩这个游戏不啥都不懂 我我都没注意过那个叫画的时候小动物会笑 就是我看了那些帖子以后 我真的跑到游戏里去看了一下 证实了他们确实会笑 而且那个表情平时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微笑 它要配合上一个小的音效 就是有点滴滴的这种声音的那个音效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游戏 它在情感投入 就是它实际上这些 小动作的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开发成本 就是它之所以花了这么大的开发成本 去做这些细微的表情 说明它是一个以情感为主的游戏 就是然后我那时候开始就觉得它很有意思 因为后来我又觉得动森 它的特点除了有刚才就是亚文提到的那个时间 就是真实世界的时间为中心 我觉得我觉得动森核心特点其实是两条 一个是以真实时间为核心 一个是它是一个以关系为中心的游戏 就是所以它才会在情感上面下这么大的功夫 就是在情感设计情感建设上面 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 你想我手里有一个动森的年龄 365天每天都有一到两个小动物过生日 这些小动物个性不一样 它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家 它家里都有家具 然后它都会有自己的爱好口头禅 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些关系好 有些关系不好 就是这么复杂的 就是你这么多 至少它数量多 它是一个工作量吧 在以前的动森里面 它没有多可以跟你可信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你可以想象到 它在这里的工作量和它的设计成本是挺高的 但是它愿意在这么一个体系下面 放这么大的设计成本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和传统的游戏不太一样 它不是一个精明游戏 它的重点不是让你迅速地消耗掉内容 或者是让你迅速地升级升到满级 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和这个动物之森里面的动物 建立起关系来 所以才需要让它们能够激发出你的情感 让它们能够给你各种各样的反馈 所以我是从发现小动物叫花会笑的那一刻起 开始对这个系列游戏感兴趣 然后我有三台3DS 因为早年没什么人可怜机 我能找到的真人可能也就亚文和另外几个人 然后还800年不连一次 所以我自己就有好几台游戏机互相连互相传 然后我的三台游戏机上面 动物之森的游戏时间加在一起有500多个小时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玩这个游戏 玩了500多个小时 我的经历和亚文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亚文刚才说在澳洲看到他们在现场连击 然后去别人的村子里转 这我真是很羡慕 这我真是没有体验 我从2014年开始玩这个游戏 正好是我会听到我的时候 就是这么多人下来 就我也没找到能联网的人 所以就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一个人一边读着播 一边孤独地玩着动物诗 积累了5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这几乎就完全是一个 是我个人在这个岛上面玩的游戏 我几乎没有什么社交警员 然后 我先解答一下那个 韵叔刚刚说的这个3DS版的一个问题 就是3DS版首先 它的那个联网能力 其实是不如现在Switch的 就是你哪怕你连上 其实整个整个操作的过程 其实是有些麻烦 对很麻烦的 相当麻烦 好像就是他也是要一边开村 然后另外一边接收 然后他的网络又不是很好 就是他虽然NS的网也不好 但是DS的网更差 真的是特别差 然后就你经常会搜不到对方 然后就非常的麻烦和繁琐 你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容易 而且我记得当时是有四个人吧 最多也只能是四个人 好像是没有像Switch这样 可以支持到八个人那么多 对的对的 就是实际上 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看百科嘛 就是一直要到2005年 在NDS上面发行的这个 这个动物之森 这个它是第一款 用任天堂WiFi连接的游戏 加入了网络连线功能 所以就是在05年之前的那些 更早的版本 连连线都不可以连 就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连线的动力也不是特别大 就是你 其实现在想想 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在一个村子里玩 500多个小时也挺傻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不觉得它 就是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其实 其实今天下午 我能说三个小时和它相关的话 我觉得一个特别主要的原因是 动森这个游戏 它在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它是它这个种类 唯一的一个 所以今天记者问我说 动森这个游戏有什么弱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答不出来 就是 不是说记者要问这种问题 好了 记者没玩吧 对对对 就我觉得它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吧 因为它不懂 然后 就是 而且今天我在跟它讲的时候 我还发现 就是动森它在设计上 几乎是和现在我们国内流行的 这套游戏设计的理念 是完全相反的 它的 你比方说 它一点也 没有明确的 这个要 要你马上去完成 天天吊着你的这种目标 它也没有什么日活 然后呢 它 你在里面很多事情也不是很方便 然后它也 不是那种 就是强劲剂 它甚至没有一个结局 它也没有结尾 它也没有故事 就大家熟悉的已经 它都是反过来的 我们正常在玩游戏的时候 特别国内的这些手游 它还是很强调 你的方便和效率 动森几乎就是 不方便和没效率的代表 你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就是消耗大量的游戏内容 因为它和真实时间一致 那你就要一天建机场 你就要一天建博物馆 怎么办 这个如果换到 中国现在已经有点 有点把自己当服务行业 做的这种手游 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用户要消费 我不让它消费 我要它回家睡一觉 明天早上起来再玩 简直不能理解 所以就是我自己 对动森这个游戏 感情是挺深的 就是 然后我 确实我在理性上面 也深深的被这个游戏震撼 因为它看起来 虽然是一个很亲民 很简单 很幼稚的游戏 我今天还看到有些报道 把它和那个 种田的游戏放在一起 我很不满意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它在设计方面 是非常高级的 而且它实际上 这个游戏比它看上去 更创新 然后我就先说这么多 我继续更新 Mira上面的历史 我们让那个 炯叔跟摩托师 分享一下 他们接触 这游戏的经历好了 然后剩下那些设计细节 我们可以一会儿 稍后后面我们再细聊 那我说吧 那个这样 我在你们发言之前 我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跟你网不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是有画面的 以前是只有声音的 然后我的这个 在屏幕你们看到的 左手边 这个穿的花大姐 然后脑袋上戴着一个纸帽子的 这个是孟非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表情 这纸箱子 对啊 就带一个就是很 很像抢劫犯的一样的东西的 这是孟非 你可以做个表情 这主要是为了保持隐私 因为我的人物长得太可爱了 我不想让你们看看 他长成什么样 然后右边这个戴着口罩 疑似有这个冠状病毒 那个那个肺炎的这个 这个女装大佬 就是冲叔 嗯 来 我又打了个问题 冲叔打了分点 然后对面这个 只能看到后脑勺 然后头型有点奇怪的呢 就是摩托师 对 然后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我的小岛 然后我们搭了一个台 就作为我们这个预料节目的一个场景 对 我必须要指出在搭台的过程中 那个桌子是我做的 对 这桌子是是孟非做的 然后那个后面那个 那个发光的那个立牌 好像是我们一个小伙伴 从天上掉的那个图纸 嗯 嗯 然后你们在后面看到那两根竹子 也是我做的 特别可爱 对 这竹子我稍微说一下 这个竹子稍微动的哦 来来来 我们来分别激发一下这个效果 啊 它动起来了 这个是竹取 我觉得是竹取物语的那个梗 就是 就是灰液 回来回来回来 好听 然后 然后回到了月亮上 那个 对对对 这个是我做的 稍微对对这个这个展示一下 对对对 这是我从天上打下来的配方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 因为今天今天前面准备时间有点长啊 节奏有点乱 其实一上来 我有两件事想想说一下的 那个一个是呢 最近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多了 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爆发出好多款很好的玩的游戏 比如什么13级 疾病房一圈啊 还有那个极乐disco的中文版啊 甚至马上接下来那个 那个双哈三的重制版又要上市了 而且就在动森上市的同一天 还有dome internal 就是毁灭战士的最新作也上市 所以真的能聊的游戏其实挺多的 然后好多包括群里的朋友一直在在催我 说说哪天可以聊一下那个极乐disco 而且最近我在问那个油盐社的那个楚云帆 然后他最近也是因为玩极乐disco 所以他就完全没有玩动森 我也有些朋友也是因为有的去玩双哈三 有的人去玩那个什么最终化想器的重制版啊等等等等 所以就就也是没有来得及玩那个动森 所以后面就反正这个极乐disco和13级病 我们肯定会聊 只是稍微稍微等一下 等我等我这段时间玩完动森子以后 我们下都可以开始玩其他游戏 我们再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玄学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玄学真正我们在聊的内容不是给出确定答案 而是跟大家一起思考去讨论去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然后互相交换交换想法彼此想法上进行碰撞 然后然后进行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节目 如果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比如说说的你觉得不合理 觉得说错了的地方会有不同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区也好或者是弹幕也好 任何你能够跟我们联络到的地方 或者架我们的QQ群来跟我们聊 然后接下来景叔跟摩托师你们可以开始继续继续聊动森 那个我我接触 你说我来这儿其实我觉得有点我有点唏嘘 因为我接触动森没有你时间长 你看玩这么长时间 我一直是一个走你玩家 有内鬼轰走 成分有问题 我先走 你继续你继续 这必须得画一个表情 就是我真正开始玩动森 玩的时间超过十个小时的是17年内 在iOS上 就是那个动森 其实杨哥来说应更像是一个小品 他是把历代动森的一些操作上的特点 然后做到了iOS上 我觉得和我玩到现在就玩了几十个小时的这一代动森相比 当时那个动森更像是一个更像预告或者说是更像一个demo 但是我没听见你玩的是个啥你玩的是手机版的那个动森的那个看比吗 对我觉得那个更像是demo和这和这种同森相比 而且拉长了成长线 而且他有些设定嘛 设定让我不是很适合 还是很手游化 然后我实际上玩 但我实际上玩动森这个类型的游戏 我觉得我要更早 也就是我 我最早接触动森是N64 但是因为我 当时上初中嘛 就是英文水平非常有限 所以N64那款并没有玩才能直接 拖过神游 后来初中文那时候我也没赶上 但是同时代的话 我确实也是在有意识地去找 所谓的与生活相关的 日本当时有一大类作品都是这类的 可能又要怨妇一下 当时日本有一大类和动森类似的游戏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比如说我的暑假 就比如说 对哦 上一次我和孟非也提到的 炫烂舞踏剂和那个高低动幻想 就这种以日常生活为主流 我和孟非也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指的是游戏中的 它要向你传达的东西 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日本传统意义上的 我讲一个故事 或者说我去 我是说就这种类型的话 对我来说 我那段时间之所以没有玩到 也有很大原因是当时电子上有很多 给我的感觉 或者说给我的体验 能够替代众生给我的体验 就包括这种日常感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日常感 包括那种对日常生活的在线 就其实都是有 但是这十几年吧 就是实在在发展 社会不知道是不是在进步 这些东西确实是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手游兴起之后 我想玩的 我喜欢的那些东西 现在已经不常见了 这也是我现在 我买了这款动森的原因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我是一个 我之所以玩动森 是因为我现在在平台上 玩不到这样 明白 你是一个敌方之音来的 再见 九叔快 对着他打喷嚏 九叔那个打喷嚏是动作 应该是吧 不然的话 真的是特别 好了 九叔你可以说话了 我插一句 我觉得可能是九叔 那个人物实际上 是没有穿什么衣服的 他穿的是他自己的原创设计 不是吗 所以可能动着了 如果他穿的衣服 就没事了 好 九叔你可以说话了 我其实是那个 之前我完全没有 没有玩过就是这个动森 我知道这游戏 但是我之前一直不知道 这游戏到底 到底玩个什么东西 然后 最近不是那个 这几个月就是动森的 就是宣传特别的猛烈吗 然后我就 我就那个跟风就买了 然后算到我完了以后 就是还安利给好几个人 叫他们都没玩过的 然后他们都一起来玩了 然后我之前玩之前完全不知道 就是这游戏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玩的时候就发现挺有意思的 我昨天不是那个我提过吗 就是说那个他让我玩起来让我很 让我想到就是那个龙格心理学里面 有提到就是说他有一种叫沙盘疗法吗 是那个拿来做那个心理诊疗的嘛 然后那个我去年的时候 其实还想那个 还想自己买一个就是那个沙盘 然后然后这回完了以后 我发现这个动森完全就可以 就是替爱这个功能了 你可以在这个小岛这个 像乡庭一样的这个空间里面 去放置各种的就是这种物件嘛 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这游戏 它是一个非常强调那种 自我表达的一个游戏 你可以看到大家去每个岛上面 就是你看到的每个人的就是 布置啊喜好啊就风格都不大一样 对 太棒了 我觉得你提到两个 我非常想深入去聊的点 关于那个动森跟心理知道这个事 我们可以稍微晚一些时候再说 然后你提到另外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自我表达 其实在这个聊这个自我表达 这个事情之前 我倒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们现在现有玩动森的基础上 你们觉得动森如果没有连击 本身它还是不是一款可玩的游戏 就如果说你只是把它当作单机来玩 你觉得动森是不是一款好玩的游戏 是啊 我刚才说的 我玩了500多个小时呢 然后囧书或者是摩托士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玩这游戏的点不是社交 我玩这游戏的点 可能并不是社交 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活中 不那么紧张的真实感 在游戏中的再现 就是一种非常休闲的体验 我也一样的 实际上就是说 我觉得我玩了这个社交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附加的东西 实际上我一个人玩的时候 其实也很有乐子的 然后是你可以自己的 就是搜紧这种东西 然后去布置这个空间 其实就是它有就是有那种 很强的那种自我表达的 就是那种那种体验的 那种感觉在里面 对 好 因为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接下来我要聊到这个 关于它的社交属性 是我不想造成一个误解 觉得这个游戏的核心点是社交 如果没有社交因素 或者我周围没有朋友玩 或者我网络不行的话 感觉这游戏就完全没有价值了 我不想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 因为我之前有去推荐 这个游戏给朋友 比如说我说 它是任天堂最强的社交游戏之类的 这种话 但是说完就别人就说 可是我没有任天堂会员 我不能联网 是不是这游戏就没法玩了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不对 因为这个游戏其实 我当时刚接受3DS版时 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 其实我整个3DS时代 玩动森都没有太跟别人联系 我只是很injoy这种 在一个小岛上去收集各种东西 然后偶尔可以靠擦肩 制造一些其他的家具 然后收藏各种东西之后 你自己去布置自己的家 然后跟你岛上的小动物去说话 我觉得整个这个体验 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体验 就是它不是 虽然你听起来好像很无聊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有生活乐趣感的一种体验 然后这种体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想 一会儿可能也要提到的 就是关九龙说的这个个人表达 我是这么理解 为什么我觉得动森是一款 就是任天堂目前为止 做的最好的社交游戏 甚至是可以说世界上 目前为止做最好的社交游戏呢 是因为我觉得要看 就是怎么理解社交这件事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包括我自己最近在玩游戏 这个游戏的时候理解 是认为我认为社交 你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一个部分是就是与对方沟通 然后另外一部分部分其实是表达自己 就是说动森恰好就是这两点 就是说你的大部分时间 其实是在自己的岛上经营自己的岛 然后把自己的岛用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把它表达体现出来 然后其实你的岛就是你在你设计 你的岛的过程中 你的岛就成为了你的一个presentation 就是你的一个express 然后你邀请你的小朋友来到你的岛上 或者你去你小朋友岛 其实就是一个互相了解认知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交的一个过程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所以它其实这个游戏很好地 完成了一个表达和沟通的过程 而且它提供了一个 就像刚刚摩托士也提到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relax非常休闲 然后放松的一个环境 这种环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然后等于它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下 而且制造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契机 让你可以与陌生人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朋友 然后相互展现自己并且了解他人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这是动森在本质上 他在社交上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点 而且同时由于你们在这款游戏 你们同时都在玩这款游戏 然后同时都很喜欢玩这款游戏 所以你们在这个游戏上产生了 就是你们对这个游戏产生了认知感 认同感 然后由于你们两个人 对同一款事物产生认同感 所以其实他也建立了彼此的认同感 就是这种认同感加各种 就是你们互相之间的这种表达 其实构成了一种让动森成为了一种 很特殊的你与他人之间的一个语言 就是变成一种特殊的语言 然后你只要你玩动森 或者是你的朋友玩动森 你就很容易get很多东西 比如说像现在好 现在网上经常在聊这个鲈鱼 如果你跟一个没有玩过动森的人 你说鲈鱼 然后他会可能搞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你真的去玩这游戏完了 比如说几天以后你会理解 哈哈很好笑 你就是很倒霉 然后经常就是鲈鱼深海之王 对吧 你的岛上全是鲈鱼 你们家全是鲈鱼 然后就这种 这种梗 我觉得很有 这就很有趣 然后话又说回来 我通过这个点 我引申一下 就是一直以来 我认为就是说回到就是为什么动森很火 就是这个这个话题 我觉得我想我想深入去聊一下 就是我觉得动森的火 其实恰好说明了 他满足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 其实社交需求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他跟之前就是网页游戏里面 有很多所谓的社交游戏火 甚至包括之前的网者荣耀火都有关系 我之前在悉尼的时候 我在以前的学学我也聊到过 我发现现代游戏城市里面的人 有一个非常就是普遍的一种孤独感和距离感 甚至是疏离感 这种疏离感造成的原因 我的分析是 我先说为什么我会有这种体积 或者是因为 首先我发现如果我身边的朋友 我毕业了以后 我进入了一个工作场合之后 我发现我的社交圈开始变得非常的固化 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基本上是我身边的这些人 或者是我参与的一些activity 认识的一些人 如果我不去比如说打弯子牌或者什么的 我可能永远认识不了那些陌生人 就我的圈层相对是固化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在网上会 比如说去参与一些活动 然后我就发现那种meetup网站 其实特别的火 就在悉尼的时候 然后参加那些meetup 然后不管是这种 这种什么电影的meetup 还是什么这种语言的meetup也好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跟你类似的人 就是他们进入职场以后 其实他工作场所里的朋友 其实大家就是来聊工作 也没有那种很深入的沟通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人有这种社恐 就是社交恐惧症 不再敢跟陌生人去沟通 我发现就是大家一方面 不知道该怎么去突破自己的圈层 去认识陌生人 但另外一方面 他有一些强烈的社交需求 然后在13.5 还是玩动森以后 我就在pex展上看到这种火爆场景时 我就发现动森成了一个很好的工具 帮助这些有强烈社交需求的人 打破这种人与人之间一种看不见的墙 然后他成了一种可以去了解彼此的一个过程 就是让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岛上建立完之后 你可以通过来到我的岛 你就可以对我有一个了解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同时用话又说回来 这个其实跟之前王者荣耀的火爆也是有一定关系 因为我觉得王者荣耀其实也是作为满足于现在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疏离感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需求 而意外的成为了解决这种社交需求的一个工具 因为王者荣耀它其实是一个强竞技类的moba游戏 可是moba游戏呢 本身它的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了社交 它实际上是它的初衷是为了竞技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团队合作游戏 所以它一定要有社交的属性在 可是这种社交属性其实相当于由于腾讯的影响力 或者是由于大家的这种强烈需求 就变成了一种对社交需求的替代品 你看很多人玩王者荣耀 他不是为了真的说喜欢打moba游戏 而是实际上是想从moba游戏里面去认识周围的人 去可以跟大家能够融到一起去制造一种共同源 但是我认为拿一个强竞技类的游戏 去作为这种社交的替代品 或者是解决社交问题的工具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moba游戏它毕竟是一个竞技类游戏 它毕竟是一个是鼓励你去要在团队合作中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获得胜利的一款游戏 那这样的一个初衷就是首先这个游戏本身就不是为了社交而设计的 就是我说王者荣耀的话 但是的确在市面上你也找不到其他同类型 说是说能够有什么游戏是适合用它来解决这个样的一个社交问题 之前在网络网页游戏时代 我觉得有很多所谓的社交游戏 它看到了这个需求点 但是它没有把它做好 因为它最后都会变成 你像那时候也流行过像偷菜啊什么样的这类游戏 但是这些游戏最后后来因为这种科金系统 后来因为这种这种一系列的付费方式 它最后变成了一个很很畸形的一个理财产品 这个理财产品代引号 然后变成了一个玩家的就是就是金钱大取机 就大家其实后来玩着玩着就发现 这个游戏就不断的勾引你在上面重复劳动 其实你在上面认识不了什么新朋友 你也表达不了自己什么东西 但动森他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在于 我也看了动森从2001年第一款游戏上市 他为什么做这样的游戏的初衷 其实这个游戏的制作人当时有一个访谈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他当时有动森这个idea是因为他到东京 从一个另外一个城市到东京去去上班 然后他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 然后周围一个人认识人都没有 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强烈的疏离感跟孤独感的 他希望设计一款游戏是能够就是说 让玩家融入到一个community里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然后在他的游戏里其实小动物的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向导的作用 他帮助你去融入到一个新的社群里 然后在这个社群里建立自己的一个一个家或者是一个一个小社群 这是他设计这款游戏的最初最初的原动力 所以动森里面的所有设计其实无一例外全部都体现了这一点 不管是他强烈的这种生活感还是这种这种轻松愉快 包括跟小动物之间那个摩托士你被我家的小鸟给吸引了 anyway那个他反正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就是这个设计 然后就都体现在就是作者最早最早他希望能够表达和满足的这种感受 而且由于他是一款没有这种这种免费游戏 然后课金收费的这种这种商业模式吧 我觉得一定程度也保护了他可以更专心的把他的这种设计理念观彻到底的一个特点 我当然我现在是一边想一边说 所以可能会有有很多思路不是很严谨 这大概是我对这游戏的一个一个看法 你们你们可以发可以说一下你们的你们的想法 你这个衍生的就是说到我昨天提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我这两天其实那个玩动森的时候 我有那个不怎么玩游戏的一个就是也不算很熟的朋友 然后然后就是说我就跟他介绍动森这游戏 给他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动森的就是那个宣传视频之类的 然后然后我不是那个给他发了发了一个就是那种 就其实就是动森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那个事情吧 比如就是那个国外因为就是那个新冠 然后那个有对情侣他们不是结封吗 然后就不能去教堂的 所以就在那个动森里面就是那个办了一个婚礼吗 对 然后然后那个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是那个 嗯 呃跟里面还衍生一个是那个跟动森的这个游戏机制也有一点关系的 我我我我我说一下我有几个体验啊 一我觉得那个动森他有非常强的一个沉浸感 这个沉浸感源自于他里面很多细节其实做的那个特别的这种细子 包括就是那种各种小动画的这种细节 一个个细节就是构建出这种让你觉得这种空间 就是说有一种有一种就是信实感 对然后然后第二点是那个 现实感还是是动森 你说信实感是什么 信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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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那个 哪两个字 我没 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信实 嗯 你说相信现实 那信实 对对信实感 就是那个 嗯 嗯 比如你你你你一个一个虚构事件你觉得它很 很真实 我们就说他有有那个信实感 对 然後 塑料普通话影响了九叔的表达 我只是确认一下 我怕我理解错误 然后另外一点是动声的游戏时间 它就设计的很有意思 它跟现实是完全同步的是四小时的 时间是完全对上的 然后我昨天就我的朋友 他就听到了这些以后 他就是不怎么玩游戏 然后我就觉得就比较有偏见的 就说到一个虚拟社交的话题 他说我们这些人玩动声 就是简直要活到虚拟世界上去了 然后说你们这样干脆都活到网上去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我昨天听完以后 其实我就是前天 我听完以后其实挺生气的 然后就说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对这个虚拟社交这个话题怎么看呢 我没有能宣布出虚拟社交 先说逃避主义这事 因为今天下午正好 刚说过今天下午 那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是 就说那个 他当然是用非常好的措辞说的 就是说那个动声这样的 看起来比较佛的 比较休闲的游戏 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所以那个就是他就问我说 是不是在动声里面的这个游戏行为 也可以看成是某种 就是对现实的逃避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逃避主义这个词 就是他在说的这个主题 就是在游戏研究里长期以来 我们管的叫escapism的那个逃避主义的这个话题 就是这一派观点就是说 我们玩游戏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复合惨淡的现实 所以我们逃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世界里去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那像哈利波特这样的小说 他也营造了一个魔法世界 大家也不愿意出来 那么对于哈利波特的这种兴趣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逃避主义 那我们喜欢某种文学作品 喜欢某种虚构作品 我们愿意沉浸在那个世界里 这种是不是全是逃避主义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视角 它是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的 就是他默认这个虚拟和现实是分割 而且没有关系的 就是他默认你在虚拟现实里面 你在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建立起来的 就是虚拟的关系 这个关系和你现实中的关系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认知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就是我今天跟记者 我今天跟记者说的时候 到没说刚才说的这些 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 我不喜欢逃避主义这个词 因为我觉得就是玩家在游戏里面 选择动森 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他们是就是 这很有可能不是因为 他觉得现实不理想 所以他要躲到这里来 而是这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 就是可能现实确实是不理想 他的判断是现实不足以让他培养 其中的某些重要的这个心理功能 然后在他的选择之下 他觉得动森这样的一个心灵绿洲式的地方 是有助于他他培养某些心理或者个性的功能的 所以他主动的选择他 那这个不是一个被动的逃避过程 不是说我不能复合给我躲进来 而是说我选择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对我个性的成长 是一个更好的环境 然后就是就是实际上 我觉得大家就一直围绕着游戏的一些偏见 就是就包括这种虚拟和现实的差别 就是你天天在游戏里玩 能玩出个啥来啊 你这个游戏当中不还是一个loser 当中不还是 就是我觉得其实 总书刚才说的那个例子 就是这种偏见的一个很常见的回应 就是他不能够理解的是 像亚文刚才说的那样 就是就是动森实际上他不是虚拟世界的社交 他是现实社交的一个延伸 他甚至能够弥补现实社交中 出现的很多的 就当然就我个人来说 我其实不太愿意强调动森的社交成分 因为我觉得他真正厉害的是在其他地方 但是我承认他的社交是重要的 而且我也同意亚文说的 就是动森里面 其实他现在是在成为 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空间 可能都不止现在的年轻人 也包括现在的中年人和部分老年人 因为我同事他们有些现在也在玩动森 然后就是他会出现一家人都在玩的情况 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玩 然后孩子来我岛边玩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后面跟着拍小视频 然后其实就像亚文说的 他提供了一个社交空间 他不是一个社交游戏 但是因为这个游戏打开了很多种可能性 我其实觉得他最厉害的是 就是在这一座的动森里面 他有把整个岛的场景都开放出来 让玩家来改变 这相当于给玩家提供了一份虚拟空间 所以你就能看见 有人在里面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人在里面开花展 有人在里面卖东西 还有人在里面学学 对 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意义上 动森就是和第二人生更接近 就是它是一片虚拟空间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虚拟空间的使用权利 下放给了玩家 而且它允许玩家来改变它的这个虚拟空间 所以我们不是才能在这里面坐着 坐着开旋旋吗 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定位应该是 它是一个虚拟空间的开创者 然后这个虚拟空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社交的可能 就是所以它不应该被看成一个社交游戏 我甚至反对把它和农场经营类的游戏放在Eleka 他们完全没有达到它的深度和复杂程度 雅文你的报纸在场镜头了 你继续 你继续 做点什么 我觉得动森就是他实际上 实际上今天我也在下午的时候在想 就是说动森他不仅提供了青年人的一个社交的平台 而且他其实也为亲子沟通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 你如果不在动森里 你能想到有什么游戏是你可以和你爸你妈一起玩的 就是大家都不尴尬的 你说你们能一家人一块玩王者荣耀吗 你试试啊 你把你爸杀了 你把你妈杀了 你明天还想吃饭吗 想一想这个场景 或者你说大乱动 或者你哪怕就说赛车这么和平愉快的游戏 就是或者是像在Switch上面已经有了分手厨房之类的这种 就是现有的所有其他游戏都有输赢 但是动森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玩 这个既包括就是生了小孩的年轻的家长 也包括父母还没有完全老去到不能接受电子产品的这个年轻的子女和年长的家长 就是就是他动森提供了很多种可能性 像他的博物馆其实就是一个自然教育的特别好的地方 但我仍然觉得很失望 就是这一座里不能够鉴别假话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能鉴别 我希望他后面能够打开这个部门让我去鉴别 那个就是在3DS里不是狐狸会来卖他的假话和假雕塑吗 然后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艺术 艺术入门 我当时就是为了不买假话 全新学习艺术史 我顺带一提啊 我今天其实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就说关于那个树兰 然后因为这个那个4月份不是那个更新 4月份接下来要更新一些内容嘛 就是首先是复活节和那个樱花节 会不会有些新道具 然后在这个这个直面会的最后 他他放了一张图 就说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4月份新的更新 他们会在推特上那个进行更新跟大家说 然后紧接着放了一张树兰的头像 然后我就看到我就很惊奇 因为因为我觉得这树兰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他放在这边那么意味不明 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 然后发现他其实是那个花店的老板嘛 就是园艺店的老板 也就是说那4月份有可能要更新园艺店了 那4月份如果要更新园艺店 其他的店啊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在后面免费更新给更新进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更好 因为现在的博物馆里面只有和自然相关的内容 但是他已经很棒了 可是如果他能把前面的那些和艺术文化相关的内容加进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他的整个游戏的深度会更高 而且他其实这样他会更像一个完美的实际空间 而且这里面我想多提一点 关于他他这个跟时间绑定的这一点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所有你们接触的游戏里面 有哪一款游戏会像杜森这样 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给你意外惊喜 而且能够持续给你几个星期都不再重样的 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厉害的 就是说你买这个游戏 你看我玩这个游戏也一个星期了 然后从一开始这么一个荒芜的小岛 然后大家再睡帐篷 然后后来你自己开始把它变成房间 然后开始有商店 开始有博物馆 然后开始建一些公共基础建设 然后我现在知道的就是 后面你可能还会有服装店 商店还可以升级 然后现在有些媒体 因为他们提前三个星期就拿到这游戏 然后但是也有一堆内容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确定到底有还是没有 然后他们每天还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他们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接下来四月份 有可能还要更新一系列的节日 而且我现在已经看到 就是官方公开的 就是接下来一年内每个月的不同节日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神奇了 就是能够做到 如果每天都会让你早上起来看一看 而且都有一些新内容 然后这些新内容 你像我那个市政大厅打开以后 基本上那一天我觉得我如果专玩东森 我都能玩一整天 因为它增加的一些内容 已经它不是光增加一个简单的事件 那么简单 它实际上是这个事件会引发着 你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让你的activity或者探索欲 会一下被激发 然后你会想做很多事情 而且再加上这代吧 首先有一个事我想提一下 就是我之前玩3DS的时候 我发现东森有个很神奇的点 就是我很少见到有游戏是会 会让你觉得 我做一些事情之后 然后这游戏会告诉你 你今天已经不需要再做更多的事情了 很少有游戏是这样 一般来说你都会觉得 我如果这个游戏恨不得让你一直玩下去 让你这一天都耗在上面 但是东森不是 东森是真的会 我认为你该睡觉了 对东森真的是会 你的商店关门了 然后你的东西卖不出去了 你的背包满了 而且背包还很容易买 然后基本上你今天什么事都不够干了 你都是觉得在这游戏里没有 没有activity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 就东森每天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第二天他会有给你一堆新的东西可以干 然后这一代呢 因为他引进了这个所谓这个里程系统 这里程系统就像一个成就系统了 然后尤其这个小里程系统其实是有点让这个游戏变得更更自由度更高了一点 就是限制更少了 以前其实他经常会你玩到一个点就会发现 我在这一天感觉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但是这一代因为他商店也是可以 再加上这岛上你基本上可以把东西都直接放在岛上 你也不需要有 你就背包也没有那么大限制了 然后再加上他商店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箱子是就关门 你还可以往里面扔东西等等等等 就是说相对来说确实没有以前限制那么高 更自由了 但是也会导致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嘛 就是游戏有点太干了 感觉做不完的事情 可能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好事吧 好事是在于他给了玩家更多自由 如果你想干你可以特别干 可是不好的点的确也是 他开放了以后就会让玩家忍不住的容易burn out 就是容易把自己给玩累了 就这个东西也真的挺挺挺纠结的哈 其实我反而不是特别喜欢这一座的那个Miles的那个系统 但我也觉得他更拢了 他其实对用户更友善了 可是就是就我觉得就是 动森在3DS里面有的那个 就是我有的其实是一个村子 然后这个村子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村子 我没有什么外在的目标来引导我 我就是自己想干嘛干嘛 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在这一座里稍微弱了一些 当然我能承认就是这其实是一个他机制上面更加现代的表现 就因为现在玩家的口味也变了 毕竟毕竟我现在算一算 他3DS上那一座他2012年底出 然后今年都2020年了 这都8年了 这8年以来其实各种各样的游戏机制变化都挺大的 那魔兽世界在最开始怀旧服的时候也很难 然后到后面就变得越来越亲民 越来越讲究效率越来越容易完成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的这个设计 可是我现在反而担忧的是 就是动森的玩家群体 动森出圈了 这是为什么就是传统不讨论游戏的媒体会来采访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他这个出圈 因为这个游戏它不适合所有人 动森这个游戏的节奏和我们习惯的 现有的很多游戏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他使用的是现实世界的真实时间 造成他的节奏 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节奏 一定是比传统游戏要慢很多的 它是一个更长的反馈环 因为正常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就是游戏内的时间和现实时间是割离的 游戏里一年可能你在现实世界5分钟或者10分钟 所以你可以控制游戏里面的时间 你可以通过做各种各样的行动去改变它 那个所以就是就你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玩家的反馈是快的 但是动森这样的游戏就像亚文说的 一会儿他包又满了 一会儿一会儿他商店又关门了 然后你一会儿又不能去别人岛上了 他每一天他能够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其实是少的 就是在这一作里还好 在3DS里我记得你一开始要搜集全 现在大家都里有的那些工具 什么铲子呀 那个网子呀这些 它是每天只会在商店卖一件 然后你差不多要一个礼拜左右 才能把所有这些都攒满 就是你很难想象 一个游戏的反馈率慢成这样 就是就我觉得动森的整个机制 都非常的不工业社会 它整个的机制实际上都充满了 狩猎采集社会的特点 你看这里面做的每一件东西 你都能知道是谁做的 就是它完全没有大工业的批量生产的体质 而且就是这个游戏本身 它的这个节奏就造成 我觉得很多玩惯了 其他的服务型游戏的 现代游戏的玩家 可能不一定能适应它这个节奏 所以我真的担心的 不是它的Miles系统不好玩 相反我觉得Miles系统 能够给这些现代游戏玩家 我觉得这个Miles系统 整个就是为了现代游戏玩家的 这个体验加的 就是这样他们就有资金可做了 可是我担心的反而是 它就是加了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游戏反馈也仍然很慢 那今天下午我给记者讲了那么多 那个记者还在问我说 那你觉得这个游戏 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可玩呢 就它到底有什么 能把人持续拉在里面的点 就是Miles系统 就像我刚才也看见 逆战的用户说 就是有用户说 就是实际上动森这个游戏 它在非常多的地方 都非常创新 导致它 而且它看起来 又是一副很幼稚的样子 就是让大家很容易看低它 但其实它是一个 需要时间和耐心去理解的游戏 就是它没有它看起来那么简单 而且你要理解它 其实它对你的mindset是有要求的 我觉得动森这个游戏是适合 相对来说心境比较平缓 能够耐下性子 不是特别着急的这种玩家去玩的 就是你要是一直习惯玩MOBA 或者大逃杀类的游戏 你习惯的是这种类型的强反馈 你就会觉得动森的这个游戏怎么搞的 就是这个游戏的反馈环绝对有问题 它会让你觉得特别不耐烦 实际上我就敢把这个话拍在桌面上 市面上的所有游戏 没有一个游戏可以比动森的反馈做得更强 因为没有一个游戏能够像动森一样 花这么多的时间做社交关系和情感 和情感反应 就是你在动森里面所有的行动 它至少会有三重回馈 一个是就是你当下的那个immediate feedback 就是你砍树倒了 你捡桃子 桃子到兜里了 一个是经济反馈 就是你卖了它以后 你知道你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 你给它contribute的一些东西 但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有一种社交反馈 你每天在游戏里面做的事情 你村子里的小动物会帮你寄着 你像昨天晚上 我有个英国楼学的朋友 在我村子里面逛博物馆逛了很久 然后今天早上 我在进村的时候 村子里小动物就说 昨天你那个朋友在这里待了很久 他饿不饿 早知道我又给他送点东西 你知道这种反馈 这种反馈 就我所知的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游戏能够给到 你在豆森里面的每一个行动 都是同时有immediate feedback 就是视觉上面的这种强反馈 然后经济方面的反馈 和社交方面的反馈 而且这个社交反馈 因为这一作它的联机加强了 所以它不仅是 是你的NPC的社交反馈 它也会有很多是来自于你朋友的社交反馈 就是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一个游戏在反馈上做的像动森这么令人满足 它不是那种发泄型的就是会让你觉得我玩完了很爽的游戏 它是那种会让是非常像禅修的 就是它是会让你从心底感到对自己很满意的这种游戏 它其实是动森是一个比他看起来精神性更强的游戏 就是我今天还在跟记者说 就是我在博物馆里面和我自己抓的这个巨骨蛇鱼 和我自己抓的翻车鱼 遭遇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就是19世纪 19世纪当时对景观的审美产生了一个变化 在那之前大家都喜欢精巧的风景 但是在浪漫主义风潮之后 大家开始可以感受就是被景观震撼 感受到这个被一个比你更大的 更magnificent的这个自然物震撼的这种感觉 我在动森的博物馆里 看我自己抓的那些大鱼 我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这是一种精神上面的震撼 知道不是说人是世界的中心 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比你小 然后你能控制你周围的所有环境 而是说你在你的博物馆里看到的这些鱼 它们非常大非常漂亮 非常不可思议 就是和这种巨大的不可思议的 有一点点不可控的自然的这种遭遇 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性的冲击和体验 是动森这一作让我特别惊喜的 就包括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动森这个游戏可以和游戏治疗的主题相连 因为它那个水族馆 你就说我一个没有什么心理问题的人 我都喜欢天天在水族馆坐着 每一次你进去你就会觉得心里很近 就是这个游戏它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特殊 但是我其实觉得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 我最想强调的它的特点反而是反而是它这个空间能够带来的这个精神性和各种各样的可能 说完了 陷入沉思 我刚才 陷入沉思 本身尊户想14其实也是一个孟非所说的生产采集 就是如果你通了主线之后 你其实是一个你在战斗之外是一个以生产采集为核心的游戏 但尊户想14和动森同时又是完全相反 尊户想14是把所有的体验全部集中到一块 你可以不停的玩一直玩到你物理现实中的体力完全耗尽为核心 但是动森是正相反 动森把所有的反馈全部都拉长在 呃 呃 某一个区间就以每24小时为一个单位 为区间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呃 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和和你们相反 或者应该还应该怎么说 就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 就是正是因为他提供了24小时为为单位的反馈机制 所以你才会觉得你的反馈是如此的距离 那个就是根据摩托师说的这句话 我我我想发一个图 我把这个图放在我的那个 Nero上 然后然后就是我在钓鱼砍树买房子搓家具 搭配衣服动森真好玩 然后说你你和你在FF14里做的事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我陷入了承识 其实就是这个 嗯 对 但是费14是给你 不能躺在床上玩FF14 嗯 我有时候家里有电视 然后躺在床上 对 电视如果靠着 因为他可以拿手柄玩 FF14 理论上可以的 对 我我跟你说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不是核心点 我觉得这个不是核心关键点 这个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FF14跟 跟动森在模拟人生这一块 其实是相通的 其实是类似的 嗯 但是呢 呃 这个我还是要说回来 就是首先因为MMORPG本身 它就有这部分的元素在 我这里面其实想多分享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形容 我在动森里最喜欢的moment 到底是怎样一种moment 给一些朋友的时候呢 我我打算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形容 就是我我之前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 那个45集公测 然后我我记得第一次下死亡矿井的时候 当时最让我感动的不是死亡矿井本身的这个副本体验 其实那个体验你现在你现在的角度来看甚至是有点有点差的 嗯 当时第一次知道有副本这个概念 然后你就在频道里喊人 然后说谁愿意去下副本谁愿意去下副本 然后就来了一帮16级到17级 最高级不超过19级的人 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自己也才17级 然后可能有三个是坦克你知道吧 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坦克DPS治疗 就知道要叫个奶妈会治疗 但其他什么都不懂 然后一帮人进了副本 进了副本之后 然后就一路打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公厕的时候嘛 然后很多人的网络不是特别好 经常打着一半就掉线了 掉线以后呢 你要排队一排排两个小时你才能上 然后在这两个小时里你要知道 你重新喊人 其实是很麻烦的 然后那这个时候大家的选择是什么呢 就等着你上线 然后真的你上线了以后 你发现这四个人坐在那跳舞 然后一帮人在那聊天 然后一帮人就在那各种发表情 然后在那聊的还挺开心的 然后就等着你上上了之后 我说对不起啊掉线了 说没事没事 然后然后就接着接着打 然后一帮人死去活来了 然后最后终于把把一开始打不过嘛 然后后来就重组 重组完之后就打打打过了 打过了之后离开那个副本 然后是一个黄金海岸嘛 然后那个moment你就会觉得 哇真的是就很棒 你发现你生活在了一个虚拟世界里 你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看到了一个很美的景色 然后这个时候几个人就很傻逼的在那去拍照 然后去截图你知道吧 我就觉得就就觉得很high 然后很很很enjoy 就有点真的像你们一群人到了一个一个去explore一个新的世界 就像就像你去野外去去去去郊游一样 然后看到一个很美的景色 然后然后你就想记住那个moment 你知道这这种体验 我觉得是某些在MMO跟跟动物之森里相通的 我想接着讲的说这个rollplay的事 就是我和你 我和你有一个类似的体验 但是我没有你前半部分那个艰辛万苦波兰壮阔的部分 我只有后面好多人一起犯傻的部分 就是费费之四我和我的同事 就我那个 我和同事于北农 我们两个都玩费费之四了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 就我们那个德基赵德旺 就是总是会写非常晦涩的文章的那个人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人为什么会在网络游戏里跳 你经常站着没事就会跳 但是那篇文章就 那篇文章我只说主题 就是具体就不提了 然后我和岳明有一天就特别无聊 我们俩玩的时候 我们俩就主题了一个事 说要不然咱们两个人现在去海都去转转 去看看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跳 然后我们俩人就去转 就溜达 然后就在海都的那个市场 他南北不是两个市场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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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的空间吗 那个空间在你过了圆形的 类似水池那个那个五十还是水池的地方 进市场之前有一个台阶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玩家会在过那个台阶的时候跳一下 然后给我们俩人乐坏了 我俩就在那坐着 我俩就在旁边找了一个地方坐着 就看那些人跳 还做成绩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就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我刚才没说完 就我想接着你最早说的那个 关于王荣耀 王荣耀的社交性和这个 邓之森的社交性 想说一下 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 我从哪开始说呢 我想这样 就是王 邓之森的社交性 其实更类似于是 你可以在游戏里做这些事情 是你在现实中能做的 其实是另外一部分 你在现实中也能做到的 就你在游戏中的化身 你这个角色其实只是你现实中 社交的延伸也好 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你在互联网上 做社交动作 做社交行为的一个载体 就你这个角色 但是王荣耀并不是 王荣耀有点像什么呢 我不是可能因为咱们小时候的 成长环境不一样 然后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 这样的大人 就是我是生 我是我是在厂区长大 好像有人来玩 我是在厂区长大的 我们那个 我父母都是工人嘛 然后工厂里的工人 在每天晚上有一个 非常普及的社交活动 是什么呢 就是打麻将 你今天晚上去打一会 今天晚上去打麻将 可能晚上吃完饭 七点去别人家打麻将 然后打到十二点 第二天早上工 我觉得这个行为 其实和现在人们 每天玩王荣耀 每天找同事一起吃鸡 是一样的 他和动之森 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前者只是一种社交行为 后者的话 其实他是社交本身 他只是在不同场景下 的同一个人的社交 前一种就只是 只是在这之后 我们在做什么 就是打麻将只是你在 就像你在动森里 你们去捕鱼 我们一起捕鱼 我们一起逛博物馆 我觉得他们两者的层次 应该是有一个相 打麻将 对 就是 他类似于一个群体 社交行为 但是动森给我的感觉 是我玩动森 我和朋友一起玩动森的时候 我玩动森这件事并不是社交行为 我进入游戏之后 我们在做的事情才是社交行为 就 他们两者插着一层 我同意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就像我刚刚有去形容 我觉得动森其实他营造了一个 就是你与另外一个人之间 可以共通去都懂的一个环境和语言 就是说 你 但我想说回到刚刚那个MO那个点 就是其实我想说的那个moment 跟你刚刚提到的一群人在一块傻皮玩的那种 那种moment 是同一个moment 就是说 我另外一个举个例子 我刚刚其实在死亡矿角里面说的那个例子 跟我现在的例子是一样的例子 就是当时在联盟的那个闪是叫闪金镇吗 就是那个那个爆棚城外面那个小镇上面有一个酒吧 就很多人在那酒吧里面跳舞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小酒馆里面跳舞 就类似于那样的一个 对那个是类似于那样的一个情节 就是我是想说什么是动森其实就是把那样的东西 给他从MMO也好或者是像这种 这种其他的这种这种多人在线游戏中抽离了出来 就变成了游戏的核心的本身 就是说你跟其他人多人联机 假如说没有那些战斗部分 而是创造各种各样的情境 你可以跟别人一起去看流星 或者是钓鱼 或者是一起在海边里玩耍 甚至一帮人就做一些很傻的事情 就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是 我觉得是动森里面很核心的一个部分 甚至是他的主要内容 我能理解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说很多人 你知道当时魔兽刚刚出的时候 我记得你 我很injoy什么呢 就是跑到高级区域去探索那些高级区域 然后其实也很challenge 甚至因为那些高级区域 它那些怪物很容易就来攻击你 而且基本上打一下就死 但是你会很好奇那些区域到底有什么 我记得当时我作为一个人了一个小号 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想抱想想一路跑到幽暗城 但是就觉得那个体验非常酷 因为你那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什么兽人啊 什么什么憎恶啊 都是在你初始区域见不到的 然后就遇到了这种很很强很很很很厉害的怪物 然后这种探索的感觉 然后又很challenge的感觉就很很棒 后来这种感觉就就很难重现 但是这种感觉后来在什么样的游戏上重现了 你猜猜 就这种在很危险的未知区域去探索未知的这种感受 这种体验 其实是在黑魂里面重现了 黑魂 黑魂的体验就是在魔术里的这种体验 其实它其实我觉得MMO很有意思的一点 是它创造了一个世界以后呢 它是意外的创造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点和体验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非常繁杂的游戏 它设计就是为了满足各种不同层自人 不同不同喜好的人的需求 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需求 你如果单独抽离出来 去把它完善做成一个dramaway那样的一个核心体验去设计的话 其实它可以做一种非常酷的作品来 你在说一遍我刚才没听清楚 你说黑魂里面的就是 你觉得为什么觉得黑魂像 黑魂就是一个在一个非常的险恶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你对很多东西都未知 然后你不断的challenge去想办法 explore更多 然后抽丝剥茧的想要更了解这个世界 就这个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然后这个点其实在黑魂出现之前 也在其他游戏里面就出现过类似的体验 然后魔术世界里就有这种体验 只是很少人会这么去玩 我只是觉得它其实是 我只是觉得 它其实是一些人潜在它想要满足的一些东西 然后只是在 恰好在早期有些游戏里面被满足了 对 哎呀 你说的这个其实很道点 我前两周我听 你群里多灵他不是在那边发了一篇SPE的文章吗 是有黑魂的老粉丝 然后他玩了一些老游戏 他玩DQ 然后他说意外的就是发现这些老游戏里面有玩魂的体验 他就玩的是DQ1 然后他说一代就一代一代就是玩下来 他说那个这个DQ里面 他为什么觉得玩这些老游戏的时候 寡咒到就是那个魂的那个世界叙事 还有魂的那种探索未知的那种 对 我其实认为啊 就是这里面我多说一句啊 我认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开发者倾向于把游戏看作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一个系统设计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不管是黑魂也好 还是包括动物之森也好 其实所有的制作人的初衷都是从一个非常感性的点出发的 就是他有一个他自己觉得很酷的一个idea 然后我认识包括我认识一些制作人 他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他首先先想 我到底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感受 然后我的所有机制其实是在围绕这个感受在设计的 感受的 这也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国内的很多设计师让我觉得没有魂你知道吗 就是让我觉得我的感受似乎是在为了我让我更愿意付费而设计的 而不是真的有什么感受 其实这个我之前学学的时候其实已经谈过几次了 这在国内其实国内的这种游戏界里面就是这种设计师的思路是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矛盾 本来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游戏设计师体验驱动的设计 然后国内的这种思路其实是机制驱动的设计 而且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那个体验派的开发者跟就是这种所谓的机制派的就是设计师经常会有就是激烈的矛盾 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那个你游戏就是这种系统机制构成的 然后就说你设计的时候就是说你不是思考体验 而是我这个系统就是是是是是怎么考量的 然后而不是去思考我我做这游戏 我是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这种体验 这个在国内其实那个是游戏圈里面一个挺大的一个矛盾嘛 对因为因为你看啊 动森我我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看不懂 说这为什么这游戏怎么很多设计都太反其道而行 难道是开发者故意是反着来的吗 其实不是 其实如果你倒回到我刚刚说的2001年 他们在那之前 然后开发者就是那个制作人 他自己真的想表达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理解 他后来的所有的设计决策都是围绕着 他最初想表达的那个东西 他的设计准则在那里 就是包括他说他早期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这游戏当时还没有想清楚具体的思路的时候 他们先干嘛呢 先让团队做一千个道具出来 你不觉得这是很逗吗 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想清楚了 就是说我首先有这个表达这个部分 有自定义的这部分 然后我说首先我把我确定的东西先做出来 然后后面再一点点的去设计其他的构架的东西 然后把它围绕着他那个最最核心最想表达的东西出来 甚至这个时候你会理解为什么小动物的那些对话很重要 因为小动物那些对话 其实他其实是一种八卦嘛 他其实是一种文化 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实它是很生活气息的一个设定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一句话去系统的概括 但是无处不在你会发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诡异 但实际上它都符合着一套非常既定 非常非常标准化的一套逻辑 然后这套标准化逻辑的出发点 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体验 你说这个其实让我 你说这个也是 就是早期的日本游戏的游戏里 时间的尺度和现在的游戏是不一样的 就像以FF7来说 FF7之前 不不FF DQ DQ7之前的DQ 然后像洞志森的那一代游戏中 开发者通常是不去考虑 通常是不去考虑 玩家究竟会在游戏中考虑多少时间呢 因为他会默认你在游戏里一定会玩 你每天就是他会默认当时的玩家 每天晚上可能我一定有固定 至少有两个三个小时 所以他不太他不太会考虑 说我要在什么地方玩家 在什么地方 让玩家节省了多少时间 让他更方便 我想这可能也是当时这些游戏 能够诞生的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可能也 这些年下来吧 就是所谓的体验提升了 所谓的设计技术的进步 过多 也不能说过多 只能说是开始考虑 每一个玩家 开始给每一个用户去做用画像 然后他开始考虑 每一个玩家不同的情况 我觉得这种情况 你想的多 当然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是想的太多了 导致一件事就是 他为了在不同的有差异人之间 来寻求一个最大化 结果就是我现在的游戏做的 就是人家什么 公公公 我没文化了 又忘了这话 那词在嘴边 你想说什么 最大公约数 他为了在不同的用户之间 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 就以至于很多 我这个玩家不喜欢的东西 砍掉 那个玩家不喜欢的东西砍掉 最后找到一个最保险的角度 就是现在这种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惜的事 也是 我只是问 甚至刚才你们的那个 思路稍微延伸了 就稍微跑提了 也是想说 现在的开发者 可能在不同的环境 也是因为不同的环境 那一代的开发者 都是小 二三十岁 那一代开发者 可能日本的开发者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玩游戏 都是没事没啥 那方口国信 直送身负这些 方口国信 那个 不景雄二这些人 不有回忆 玩欧美的游戏 经常上大学的时候 一玩一宿 或者是通宵 然后都不再睡觉 后来的玩家 可能没有 不再有这样的体验了 所以他也很难想象 这种体验 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能给他的思想 能给他的思维思路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就现在开发者 在做这样的东西 嗯 嗯 孟非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没有玩 玩游戏的游戏 在玩Miro 我这就沉迷 Miro 各位就没有 再听我们来说什么 不是在游戏里 他的角色在玩游戏 我暂时没有什么看法 你们继续说 我有一个想说的 就是依然是这个心理社交的一个话题 我前天为什么 我那个朋友说那话 我挺生气的 因为我在里面感受到一种 就所谓的就是大众的就是傲慢 他们就是总是预言这种 就是有点像预言就一种 就是异化的就是他者的 就是那种观点跟态度去就是给其他人 就是那种大标签 而且就是我觉得里面很有意思的一点 我现在还不是很弄得清楚 就是你们可以 我现在说一下 你们可以发表一下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那个朋友他其实 他就是说 他对就是普通游戏没什么意见 反而就是你 比如你跟他说 大家整天在玩玩这种农药什么 他没什么意见 然后反而就是说 他对就是在谈起动生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是说 他就是说出了就是这样 你们都活到往上去的 就是那个这样的话语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那个从我的角度上看 他是不是有点认为就是说 那个动生在侵占就是那个现实的就是空间 他就是认为 你比如想玩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 你看有些人玩得很沉迷很沉迷 然后他那个他们可能说 你这不就是一个游戏吗 你游戏就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像动生这样的就是事情 这样的就是游戏 里面就是说他跟现实时间同步 而且就是你在动生里面给别人就是送礼物 你们还还办聚会 甚至还有人在上面举办婚礼 他就觉得就是我的现实的这种空间 受到了就是这个虚拟世界的这种那个侵蚀 然后就就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就说这个话题有什么怎么看待呢 或者就是说你们认为就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就是深层的就是原因呢 我的理解是说他其实更在意的点是因为在游戏里面 他的行为有动生和现实生活更接近 会让人无法再区分游戏跟现实的区别 有一点这么个这么个味道 他觉得就是现实的这种空间受到了这种侵蚀 而且就是你现实中的一些行为 比如就是我给你们就是送个礼物 或者我给你寄个信之类的 还有就是说那个你像婚礼这样的这种行为 他他我我我听他说他有一个观点 他认为就是说那个我说人个人的就是社交 那个以他的角度他说你如果跟你朋友社交 你们得最好是坐在一起 就是面对面的就是讲话 而不是就是在虚拟空间里面做这样的这种事情 这是他的观点 我刚才前面就说过 我觉得就是我并不觉得这个人和他的观点 特别值得讨论 因为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cliché 我在一开始就说就是就这种陈词烂调 我就根本可以不用理他 这就是一个常见的偏见 就是实际上你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是不可能不虚拟生存的 那个不是不是还有那个那个cyberg的这个概念吗 就是说我们将来肯定每一个人都是一半生活在这个 这个赛博世界里 一半生活在现实世界里 甚至有可能完全是在赛博世界里存在的 那我觉得你像现在这个状态 动森会受欢迎那也是很好理解的 那你疫情嘛 你不可能有这种心下的交互 就是就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琢磨的地方 就是就是就是总是有一些人不能适应时代 总是有一些人觉得觉得这个啊 就是电子产品就是毒害青少年的 你看游戏毒害你们的顺利对吧 欣赞你们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于这种陈词烂调 诉诸太多的关注 因为他已经是陈词烂调了 我觉得这这种观念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就是你你现在这个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于 至少一半生活在网上 我们的一大半社交关系现在全都在手机里 就是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没有支付宝和微信 可能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网络都会瘫痪 就是就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不必理他 反而是就是王者荣耀为什么 就为什么他能接受王者荣耀而不能接受动森 当然是因为王者荣耀是更符合我们这个文化 长久以来对于社交的临界的就是这种竞争性的社交 在一个资源匮乏型的社会 你对于社交还能有什么期待 他肯定不会是和平的社交 他一定是充满了竞争性的 就是你像你像我们现在在Mirror上面进行的这种社交 就大家很开心的在上面画点画 搜集点资料共同完成一点 这个不是资源匮乏型社会的需要 这个是发达社会 你已经能够吃饱饭了 你才会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王者荣耀也好 大逃杀类的游戏也好 我觉得就是越来越深的体现了 我们现在不仅在一个资源匮乏类社会 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 从一组人到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 我很不喜欢这个风潮 但是游戏是社会的境界 就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觉得玩王者荣耀是可以的 玩动森就不行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理解本身就是基于偏见的 就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考 他只是他只是懒的思考 他又不想玩 他就随便随便说了一句废话 所以就不值得琢磨 我想你说王者荣耀 已经融入了现代社交这件事 让人还是让我还是觉得有点有点伤神 伤神 对就是让我还是还是让我觉得有点忧伤 就这么说的话 就现在的可能说现在的人已经接受了国产游戏 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 你现在你们现在看不到我的两只手在打双眼号 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国产游戏在生活中的存在 但是像我们在讨论的这种游戏 我们在讨论的所谓的故事性的游戏 社交性的游戏 这另一个意义上 另一个层面上的游戏 其实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被人介绍 就这点这件事让我觉得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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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事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就我在我也不叫小调查吧 就我做一个就稍微想问想了解一下 就是给王啊 雅文梦飞就 给王没了 你们的父母在我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 他们会玩骂将吗 我爸妈不玩 我爸在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 因为玩游戏影响了我 玩电子游戏影响了我 他玩昏豆罗嘛 所以成了我的启蒙游戏 孟黑家里应该也没有玩 对我家人都不玩 该王应该也 现在是那谁 炯书家里应该也是干玩 有啊我爸是个老毒鬼啊 老毒鬼 对吧 就是我父母也有类似的 我父母喜欢扑克牌 就我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是什么家庭环境 但是对我这种就是我生活的那个工人的社区来说 玩麻将就刚才和雅文说了和玩王者的一样 是一个和就正好英文梦飞 孟黑刚才说的 就他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资源匮乏的 才会流行的东西 你直接觉得王者荣耀和麻将是一个系列 他其实在精神气质上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他非常容易被接受 就是因为这个 就他还是响应了这个 我们文化里面对于游戏的一些传统的理解 动森超越了挑战了这种理解 你别看他看起来 看起来非常友善亲和 其实动森这个游戏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传统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应该很有争议的游戏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争议就没有被人意识到 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 而且我觉得那个动森还体现了 乐天堂的就是一些理念 就是说我觉得乐天堂 他一直在宣扬一种就是那个游戏式的 就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 就是那种理念 动森这游戏我觉得挺契合乐天堂的就是这个实录的 嗯 嗯 动森这个游戏在欧美 其实一直还 就是从第二代 从NDS开始一直还挺直 嗯对 他他其实之前从第一代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小范围群体了 然后你要知道第一代其实其实挺生不逢时的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赶上N64的末期 然后N64其实不是一个人间堂特别成功的主题 总书刚刚提到这个关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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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避现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它可以归结成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对对动森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偏见 那那这个偏见呢 我觉得不光存于就是关于他说这个这个生活在虚拟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还好 嗯 大部分人现在越来越能也能接受就是对游戏不会产生这样的偏见 但我觉得 有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偏见 而且是有可能是开发者权和更容易产生的偏见 就是上次 孟非发给我的一个一个文章 就是聊到为什么游戏动森会这么这么火 这么受欢迎 就是聊到了就是说动森里面充满了这种类似于回馈奖励机制吧 嗯 对 就是充满了这种像像他们熟悉的这个日活的概念啊什么的 是 然后这个文章很很有意思 他他反正也在试图去理解嘛 然后就用里程和零钱的这个这个系统来来引导不同玩家任务方向 最后然后造成一个就是相当于回馈循环 然后后来所以他认为这个这种水灰的循环是玩家会这么喜欢动森的一个原因吧 他认为这个是动森我觉得最值得推崇的设计 嗯 对 雅翁啊 雅翁啊 雅翁我觉得这个太像那个 我这两年看国内好多这样的文章 都是一种就是前行院国内的游戏理论解释国外的游戏 因为我罚钱 这就是好多这样的 所谓的2B文章 2B文章 不是给你解释这个游戏优秀在哪 游戏优秀是告诉你这个游戏为什么赚钱 然后然后他会用他会用他理解的方式 因为编辑本身也就那水边很多编辑本身不玩游戏的2B的量 他有很多编辑只是每天盯财报 然后盯日活盯阿珊尼 然后他他拿他理解的这些东西去给你写去去套所有的游戏 之前在冻森火之前之前赛尔达也有过一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没有他他那个是什么样的文章 嗯 一样的就是跟你分析赛尔达里面 国内手游能够借鉴的部分 如何设计这个赛尔达里面的任务系统 任务术怎么做 这小任务这些活动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去如果多看你边就发现 哦原来他们他们观点是一样的 导果为因我先从这个结果去推 你知道他其实已经有过定论了 对你知道那个孟非之前那篇文章 我有点不太记得具体内容了 但是但是我记得那个里面就非常强调 他说这个这个 这种机制反馈这个点是动森的 就是有点像是他最大的亮点一样的去去去形容嘛 觉得这个东西是做的特别好 然后夸了一通 我我当我然后然后孟非就跟我 就我记得那天我们俩聊吧 就觉得说看到这样的文章觉得挺不舒服的 我我当时看到这个文章的我的感受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文章太肤浅了 就是他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表层的东西 他就是从表现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用传统手游的一个思维逻辑去解释它去理解它 然后甚至觉得这个东西的确你好像这么一套 你就觉得好像说得通 但是实际上这个根本不是核心点 然后所以那天我跟孟非说的一个点是在于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就是说我可以如果如果 我觉得这文章的问题出在哪 就是如果我我把这个动森把它仔细去想的话 我觉得它它其实是有不同层次的 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 他说这个回馈反应机制 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一个 玩家去做某些行为的一个一个诱导因素 就是一个动音 那这个其实是最表层最表层的 就是有点像游戏里给你这个目标 然后你玩家去完成这个目标 引导玩家去完成这个目标 就像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的树的概念 它是一个技法 是个技巧 它去做一个适当的引导的调整 但是它不是游戏的核心 那更进一步从来讲 它给了一个目标以后 然后玩家在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各种 比如跟小动物的互动 或者是跟这个砍树的互动 然后这些互动的过程中 玩家开始觉得挺enjoy这个事情 甚至是产生了一些情感 那这些情感我觉得就是第二层 就是一个情绪的调动 就是你通过这种音乐画面 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呢 玩家会在游戏中产生一些 很积极的一些情绪 那这个情绪后面 甚至是会替代掉这个动音 有这个动音 是一个在初级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调动的一个作用 但是到后面你会发现 玩家会很enjoy做这些事情以后 他其实无所谓有没有这样的动音 有这种动音有些奖励更好 甚至这个动音成了一个强化这种情绪反应的 一个辅助作用的东西了 好 那再往后延伸 当玩家很enjoy的这一些行为时 他就开始会发现 哇 这个世界好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啊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神奇的细节 发现节日 就每一天 根据这个天气不同 他小动物会举散 甚至比如说抓狼猪的时候 如果小动物在旁边 他会帮你捏一把汗 然后你跟小动物聊天时 如果你有朋友来过你 你小动物还会mention你的朋友 会跟你八卦一下你的朋友 然后等等等等 一堆小细节 你会发现这个生活好现实 这个世界好真实 他甚至是很很有爱 因为这里面所有的氛围都是在 用一种很积极向上的一种一种氛围 让你感觉这个是一个有爱的世界 好 这个一个层面就是让他的最核心的点 创造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氛围 或者你可以把它形成成一种世界 然后这个世界才是更底层更深层的一种 一种设计吧 就是说所有的 我觉得这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他他一定有一个很基础很基础的东西 然后一步步我们 有点像一个洋葱一样 他一定他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点 然后这个核心点影响的进一步的外面的点 然后最表层的那个点 就是可能他提到的这个什么回汇反应机制 什么的 但是这个文章的感觉就是说 正好相反 他认为这种这种最表层的这个点 反而是他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是从根本上实际上是错的 而且我觉得他对这种思维逻辑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核心理念 就是这种诱导别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核心的东西 用作游戏设计的话 结果就会变成大家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付费模拟器 因为你诱导了半天都是诱导大家去付费嘛 然后大家玩完以后的体验就是没有灵魂 就是感觉自己被感觉自己像一头驴 然后被一个胡萝卜牵着走转了一圈 然后胡萝卜也没吃到 然后自己还还还还干了活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你仿佛在说FF里的陆行鸟做起 咱不要黑FF行吗 不要产生奇怪的这个误会 你发挥一点正常的作用好吗 请解释一下行为主义以及他们的内涵之类的这种 请你干一点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看有人说斯金娜香就 比如说行为主义他会觉得说 我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我不管我在 这个他们有一个很典型的词 就他们叫一个黑香嘛 就是你是一个强化反馈 你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比如说我按了一个按钮 如果他给了我一个吃的 我吃了很高兴 因为不停按这个钮 他们其实不太在意这个箱子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说我干一个小 我干一个简单的事情 他给我一个反馈 我就会更想干这个事情 但你说如果说这是第一层的 就我们说你从特别简单 特别基础的交互这个角度来说 可能的确是这样 你每一个特别小的机制你都可以这么说 但是就我们都知道你一个大的 一个总体的设计 它是一个成体系的系统 你很难说按这种 从这种特别特别基础 特别特别简单的角度来考虑它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后来觉得行为主义 不是特别完美 但之后我们有认知神经科学 大家用白香 但是这是别的 比如说你能不能别把话都说一半就完了 好不好 做完整的 就是认知神经科学 它就现在来说 有就据我 我和一些认知神经科学的学者讨论过 有些人就会觉得他们仍然在沿袭这种行为主义的想法 他们会觉得说我有一些输入刺激 它能在我的脑内产生一些神经反应 他们会延续行为主义的这种逻辑来说 我其实刺激导致这种反应就是一个完整的 比如说我就研究这一个小的循环 那就类似于我对于黑香这种理解 我是一个行为和一个反馈 它现在变成了某种行为 某种刺激和一种神经反应 但这不重要 这和我们讨厌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我觉得它的问题在于说 它没有考虑到我整个系统是个整体的东西 它就把一个游戏拆成非常简单的一些小的反馈机制 对 你这么说的话 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这么做 对 但是人不是这么运作的 世界不是这么运作 说的太对了 给你鼓掌 给你鼓掌 我一直以来都特别讨厌行为主义的这一套 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在游戏化这里 我们已经跟行为主义斗争很久了 多年前我应该就抱怨过 那个在知乎上面游戏化排名 之前一直排名比我高的 拿战术拿的特别多的一个答案 就是说游戏化就是简单的对于人的欲望的刺激 其实就是行为主义的这一套 就是你是一个特别没有自主性的东西 人家给你个刺激你就跟着走 你完全没有任何判断力 你就好像是透明的一样 自己进到你这里 你就像个阿米巴猿虫一样 立马的把它展现出来了 然后就是 就是 我觉得能把动森理解成是这种体系 或者是把动森简单的理解成斯基那乡的这种 其实就正好是 昨天上课的时候 那个讲到阿尔萨斯教授的文章 他有一篇叫飞玩研究的文章 就是说如果研究者他那个研究游戏但是不玩的话 就会造成他不能够区分游戏里面的装饰性的成分和功能性的成分 我觉得跟这个就是一样的 就是我之前发的那篇文章我对他特别不满意 我刚才找到了那个那段对话 发到群里了 就是不满意的一个最主要的点 就是他把动森解释成一系列简单的这个反馈 就是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游戏作为一个系统的价值 而是只看到了里面 就像最简单的那个生物反馈 阿米巴猿虫有的这种生物反馈的这个层面的简单的反馈 就是这明显是他都没有get到这个游戏的核心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他 他对这个游戏并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 当然动森这个游戏因为节奏太慢 你在玩一个礼拜之前 可能你对他都没有什么生气这一切 可能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玩过这个系列 你每一天玩它的时候你的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不能理解他的这个看法 但是就是本身把动森的这个整个体系 简化成这么简单的刺激和反应 是让我当时觉得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游戏真的不是这样 它相反它就像今天我一直在说的 它的刺激和反馈比正常游戏来的慢多了 它不是那种强反馈的游戏 它是一个反馈还长的要死的游戏 是一个长到实际上很挑战你对游戏正常认知的这种游戏 就是 所以就是这种 嗯 嗯 好 那那我觉得那个整书或者是摩托师 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 大石没有 出现了一些 我觉得孟非说挺好 嗯 孟非说挺好 行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 然后下一个话题我既然虚通来了嘛 那我们就可以聊聊九叔想聊的那个话题了 嗯 嗯 九叔你还记得你想聊啥吗 哪哪哪哪一个来的哪一个来的 就是那个那个 治疗游戏治疗 嗯 就说你说那个动生作为一个那个沙盘疗法是吧 对对对 来 总书你来说一下你的观点吧 嗯 我的观点就是那个 嗯 觉得就是动生 动生这个 这个游戏的就是模型 他其实挺像就是那个 嗯 龙格心理学里面就是他 那个采怨的那种沙盘疗法嘛 就是说 嗯 实际上你在现实中用沙盘疗法也是就是那个 玩具加那个加一个沙盘 嗯 然后你在上面就是那个进行 嗯 自由的这种心理表达 嗯 那个 而你动生里面其实他也是就是符合这样一个 就是结构 你 你这小岛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开放的这种乡庭 然后你在这种乡庭空间里面 你用各种就是那个微缩型的这种玩具 这种玩具其实它是各种各种各种符号各种象征物 然后你通过就是摆放这种空间自我表达 而且你甚至可以就是在这游戏里面去设计医护绘画 你通过这种表达我觉得他这其实非常适合就是当做一个就是类似虚拟的就是那个沙盘来使用 对 嗯 嗯 嗯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话题 嗯 我就是最近我们学院关心的艺术治疗其实也可以有关 哦 你继续说 我就随便一下一句 啊 因为因为这个为什么我突然对这个话题关心 就是因为三月五分三月初吧 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看到了 嗯 在youtube上有一个人发了 嗯 就其实这个这个视频已经发了一年多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提到了 关于就是其实上是两个视频 一个视频是提到就是说有通过动森来进行心理治疗的可能性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自己分享他自己怎么样通过动森开始走 走出这种depression 就走出这种非常strong的depression 嗯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叫抑郁啊 什么 depression叫抑郁啊 你继续 哦叫抑郁啊 对 那个对他是他他反正我看的那个视频是关于那个他怎么走出抑郁的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吧 嗯 当然这两个视频可能都不一定是出自专业的心理学什么什么人之手 但是我觉得这种分享很有意思就是 嗯 上跑你你在玩这游戏的过程中如果你告诉我这个游戏 是可以让一些抑郁症的患者或者是心心理上有一些有一些纠结问题的人能够走出来 我我是相信的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游戏他创造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氛围这个友好的氛围是 首先你在这游戏里哪怕你不不认识什么其他的玩家你就是自己玩 你要知道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小动物都是爱你的 只有你选择不爱他们但是没有他们不爱你的时候 然后同时呢这个游戏它一直是一个非常chill的一个一个状态 就是你基本上去钓鱼去就有点像在小岛上度假的感受 这样一个放松的状态下 你会感受到一种一种很治愈的时光 你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体验 只不过呢这些体验它到底对你的精神产生了怎样的治疗作用 或者是或者是好的作用呢 我说不上来 所以我也挺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就是说你们觉得这款游戏就是说在对于稍微在心理上有一些障碍的人来说意味着 嗯对其实你你平常就是 其实就是说那种这种艺术疗法本身就是你 你你比如有一些有心理障碍的人 你让他就是进行就是那个绘画 那他就是那个他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注意力会不集中 然后你让他绘画去画那些点啊之类的 他就是有助于他就是重新集中那个注意力 还有就是你你抑郁症的话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就是脑袋里面想太多没做什么事情嘛 对这种就是自我表达的行为实际上就是那个对抑郁症是有一定的 就是调理作用的 当然我现在就是说的比较简单 不是按那种专业的说法就是说的 嗯来徐总你来专业说吧 哦我只是看到有就是提到这个 刚找到了一个游戏我把链接发在群里了 好像是新西兰做的一个游戏 嗯他是基于cvt做的一个专用来治疗或是改善抑郁症相关症状的一个严肃游戏 然后我正在读一个一个met analysis 呃或者cvt大家知道吗 什么东西就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解释一下 好吧我不做咨询首先 我也没有上我也没有正经的咨询证 但是简单的说CBT它是一个比起动力学疗法 更加不能说短期 但是一般的时候会认为效果更快的一种疗法 它更注重于改变你对各种事件和行为的认知 你如何去解释这些事情 比如说抑郁症的患者有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能让他们开心的事情 那一个很一个很常见的任务 就是说让他们写下 比如说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比较高兴之类的 它更注重于改改变于你的认知 当然了具体来说我不是很熟临床这一块 所以然后我正在找它的结果 好那你解释清楚了 那你想说啥 没有我只是在因为建议我们正好提到这个事情 我正在找它的结果 还是有一些随机对照组的实验去检验它的效果的 因为你看社会科学的这些结论都很明白 它并不需要费非常多的脑力资源去领解 可以同时玩3DS和NS来品牌 OK那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艺术疗法是什么东西 艺术疗法其实就是像刚才他们说的那样 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品通过创作来让人发现自己 这个只是我的理解啊 因为我们学院现在艺术疗法是一个非常热的东西 就是音乐系还有舞蹈系他们都在搞 就是让人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和动作来做一些创作 然后由此可能来做一些自我发现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 就是更详细的我其实也不懂 但是我偷看过他们workshop的日程 就是他还很有意思 基本就是他也不是普通的唱歌跳舞 他是唱歌跳舞加上冥想和反思之类的这种 就是当然还有其他更深层的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部分的专家 我没有很认真的理解这个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讲起来 我本科好像通关过一个 一说之聊的什么工作坊 还拿了个这种书说不定找出来 就是有可能我是参加过这种活动的 就是我觉得总书说的那个方向完全是成立的 就是动森是一个很适合 我前面就说我觉得动森很适合拿来禅修 和冥想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环境 还有他整个游戏的这个节奏 都让他很 为什么说动森适合拿来产生和冥想 你在游戏里小儿在冥想吗 还是冥想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打错吗 一个人在那打错 主要是心理状态上 对心理状态上 对对对就是这种书说的这个 就是你把你的小儿放到水族馆 去让他那待着 然后你听着那个音乐你看就是你同时还能听见水的声音 然后你能够看到鱼在里面游动一次的状态 它本身会让你进入一种非常宁静的这个心理状态 包括昨天晚上虎白来我打三娃 我闻下我们家跑到那个楼下镜头去冲夜空 昨天晚上夜空去点击出去 就是会有那个流星的那种夜空 这也是那种非常适合产修的适合 就是你感受自然之力 我们这本大德统一的话题回来了 你站在里面感受自然之力 然后感觉到你和自然之一的 感受到这个自然虽然比你要宏大 要伟大 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但是你作为一个小小的部分 奇妙的融入了这个更大的自然 就是这种感觉 现在众生的博物馆里是有的 而且你在乡庭空间里面 去摆放放置这些就是所谓的 这种物件 特别是有象征意义的物件 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像我平常我自己有买一个沙盘 然后上面不是放那种白沙 有一些那种石头 还有各种东西 我平常没事就在那想东西的时候 我就拿一个小厂子在那去扫那个沙 有的时候你扫那沙子少出的这种形状 会呈现就是你当前的一些心理状态 比如你很焦虑的时候 你这个沙的这种形状可能就很乱 然后你可能又处于另一种心态的时候 你这个沙子就显得很自识 本身你做这样的事情 也是一种那种 一是自我表达 二是就是你通过观察你自己的行为 去认知自己 有一种投射和反思的过程 我真的去一些当时 看过他们为大学生准备的那种 沙游的治疗室 其实我觉得沙游吧 它和我们习惯的这种游戏也并不一样 它毕竟还是属于play 我觉得它不太属于play 我反而更感兴趣的是 另外一派就是童话治疗的学派 他们其实是通过让你看童话 然后让你自己去写童话 然后在创作的这个过程中 分析你使用的这些原型 从来让你跟您一起 听听说过的这些心理动作 我觉得这种更有创造性的做法 我其实觉得更有趣 我不是说沙游疗法不好 它对于我来说 有一点轻微的无聊 可能是因为我对于物质世界 不是很感兴趣 我更喜欢抽象的概念和原型 所以你让我拿着模型摆来摆去 我就觉得 我有一种感到自己的智力 受到嘲讽的感觉 当然我也不是他面向的对象 我相信对于他面向的对象来说 沙游疗法是有效的 我觉得洞森 其实他的这个氛围 是可以拿来做更多事情的 就是我也相信他对于 比如说有一些心理问题的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心理 问题倾向的这种 这种情形还是有用的 他至少于心理自己 自己去创造去表达 然后他给了你一个社交的 结果又不用让你说太多话 其实我现在有一些 和我一起玩洞森的朋友 之前是有一些心理的障碍的 但是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个障碍 我觉得这个游戏 你肯定还是可以应用 你去普通说的这种问题 嗯对对 我刚才想说啥 突然突然想说的时候又忘了 没事 总书你可以 好 好 我先告诉你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说 实际上我自己作为创作者 有一个算一个生成经验了 我作为一个创作者 我自己认为 我做创作的时候 实际上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目的 其实是在进行自我的心理疗愈 这是我自己一个 创作作为一种疗愈手段 我觉得对很多真正的艺术家跟创作者 他想去做这样的事情 很深层的原因 其实是跟心理疗愈有关系的 实际上这衍生的 这是来自我自己的体会 然后还有就是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理论是奥托兰克 奥托兰克是弗洛伊德的 他的几个大弟子之一 他不像龙格还有阿德勒那么有名 但是就是说 他在那种艺术跟心理学这方面 又是比较深的研究 然后他当初有一个最早写的一本书 叫《艺术跟艺术家》 他就谈到了关于艺术家的 就是如何借助艺术进行心理治疗的一些讨论 我们经常会说 就有一个说法 会说天才在左 分子在右 实际上就是说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那些分子 其实就是不成功的 就是艺术家 因为他们没有像艺术家一样 就是有能力用艺术这样的行为去宣泄 去表达自己 所以他们才会陷入这种分天的这种状态 对 真有意思 我只是高速说一下 就是的确我们领域会认为自然环境可以改善很多心理问题 可以降低焦虑 提升你的帮助你恢复认知资源 或者是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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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帮你记得我之前给你发的那个什么自然2.0的文章 记得 你还可以再发给我 对对对 就是 太棒了 就是很有趣的是 大家现在觉得很多人通过 玩游戏来重新恢复和自然的这种连接关系 其实就是和和你之前说的像 为什么大家能在游戏里重重重 复兴都一得叫对吧 嗯 嗯 以及他们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 自己中的花园之类的这种 这一切 嗯 嗯 打猫正在 正在那个 正在自己的家里面 复兴都一得叫 没有 虎代建议我把我的村子里面留一个德鲁伊的字台 然后这天我就买到了这 突然好奇想问一句 那个动物保护组织保护昆虫吗 保护啊 Peta在抗议动物之声 对啊 我看他抗议不要钓鱼吗 然后素食主义吗 不要抓虫子吗 也有保护不要钓鱼 嗯 对 就是你们在说的这个Peta 是一个臭名交易的 他他长年来 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就是诉讼游戏公司里面 不环保 不保护动物的这些 他有特别特别丰富的动争经验 这个 他最有名的是素宝可梦 宝可梦什么 宝可梦我觉得这告得还挺合理的 嗯 素宝可梦对动物的虐待和缠身 然后他非常奇怪的表扬了动物之声 不鼓励大家把鸡巨蟹抓走 动物之声有不鼓励把鸡巨蟹抓走吗 他有一个奇怪的截图 是抓的呀 可能是因为觉得抓了没有太大意义吧 卖也卖不了多少钱 卖也卖不了多少 我好像经常抓 还是蛮神奇的一个组织 对他很神奇 我听你们说完 就感觉 非常实际 我听你们说完就感觉好像 宋森就是 某种意义上就说瓦尔洞 什么 就不是那种书 而是那个胡 就是梭罗的那个瓦尔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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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什么 有 确实有 就是今天下午我也在想是动森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一个乌托邦 就是他他是属于这种精神的玉帐 是 对对对对对对 它是有一种 而且它没有结尾 它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精神故乡 是一个永不终结的精神故乡 之前3DS上面的这些 因为它本质上 3DS上的动森 还是一个单级游戏 所以哪怕任天堂倒闭了 我也还可以保留我的 这个小的精神故乡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你知道因为动物之森 很多人没有玩过 然后动物之森就看到 现在火了以后就很多人提出很多问题 你说这游戏跟比如说星路谷物语 我的世界有什么区别 然后甚至有人说 它跟我的世界有什么区别 至少不要说星路谷说牧场物语吧 那星路谷物和牧场物语 首先类型的跟它就不 那两个游戏其实是绝对 模拟经营和角色扮演 就游戏游戏核心玩法 包括给玩家的目标 就是玩家玩它的动机 其实都是都是不一样 完全不同 就就说诞生背景 说牧场物语诞生背景 它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 就是所谓的日本决策 第一个黄金期的时候诞生的概念 就它我是在角色扮演的体育上 然后小修小补 然后给玩家短期内提供多少次 然后有一个长期的目标 其实这样子 洞森其实是 洞森我觉得是另外一 他是2000年左右 他是后一个世纪 我在写 我在想想 我在履履 洞森非常的有 洞森非常的有社会性 社会性 就是你的社会互动特别多 我的理解 对我其实特别喜欢 他这个送邮件的这个功能 然后你可以写个东西 对啊 就是说你都送过多少东西了 而且送的东西很有意思啊 你那送的东西里面 本身这个 这个送的这个玩具 它本身是一个符号 本身会有某种含义嘛 然后你再配上一些文字 或者你不加文字 它本身也有某种象征意味 哦怎么说 比如就是说那个 我送你们口罩嘛 嗯 对吧 还有就是 我不是那个 送洋王就是那个 阿伤头跟一个奶嘴嘛 我想问一下 你那口罩没用过对吧 明显哪 我直接直接买的送到你们那的好不好 好好好 没用过就好 而且你什么时候把口罩换成了 纸头了 纸袋子 我刚才是想说另外一个事儿 就是他和那个他和mancraft的 嗯嗯你说你说 其实还有接到最开始我们说的就是社交性这一点 嗯 对 mancraft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强社交物 他的就根据我个人的 啊对 他是有社会性 但是根据 但是他的整体的用户大面来说 我个人玩mancraft的这点时间 包括和我同事一起玩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和那谁他的组织 他内部组织其实和那个方舟生存进化这些 蛮王柯乃那游戏倒没有 嗯 他是一个 他就他更接近于 呃 就是你要玩他 他更接近于玩他的是gameplay本身 就他他提供的社会性是gameplay之后给你带来 就我玩mancraft是因为他的可塑性 是因为我在游戏里 我可以在游戏里做到的 能够给我带来余的 就能够带来游戏以上余的 但是呃 宋森的话我觉得换一个角度 就是他更像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更像是我在游戏里创建了一个 创建了一个替身 然后呃我 那天堂又给我提供了游戏 又给我提供在游戏里提供了很多 现实中能够做到 嗯 我和我和大家 我和你们 我们这咱们这些人在游戏里做的是 是我在现实中也在做的一件事 嗯 只是我现在没有出家门 我逐步逐步才能够 他两者 我觉得需求是不一样 就是玩这两者 玩玩这两者的时候 哪怕是同一个人在玩这两种游戏的时候 需求 其实啊 其实我可能会更倾向把mancraft看成是玩具 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游戏呢 他其实交互并不多 我这说做交互并不多 指的是就是说 嗯 可能你你更接近 就是我经常说 就如果你拿mancraft跟动森比 我觉得你还不如拿dqb去跟动森比 嗯 dqb其实跟动森他更接近一点 因为dqb你说实话 你你建那个房子对吧 他只有ai是可以互动的 然后最后你做的所有东西 其实他是成了一个他是自成体系的一套系统 可是mancraft其实他真的就 嗯 还蛮简单的 就是你你偷在这个是他他有生存模式 当然这个生存模式本身是有一定游戏性 但是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 甚至他的那些新手引导 后来加进去的新手引导 也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只是在教你怎么玩而已嘛 然后也没有一个说 我鼓励你去去做什么事情的一个一个东西在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玩mancraft 我觉得特别 他特别像乐高 特别像电子版的乐高 嗯 但你看dqb2就不一样dqb2是让他他有故事 他有明确的那个设定 他有明确的就是这些ai的设定 就是你可以造厨房造厕所 然后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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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那些村民 他真的是会去互动 这点我觉得还跟公司还有些相似 但但这个话说回来 但这个话要说回来 我就是说即使是两款类似的游戏 他因为他的初衷不同 然后制作人不同 制作组不同 他势必他肯定最后走的方向也是不一样 这两个点的方向在于说mancraft也好 dqb2也好 他的核心点是在于创造 就是我要做一个 都就是自己创造一个小帝国出来 或者创造一个小建筑物出来 一个一个小岛一个一个一个区域自己随便造 可是有点像大积木一样 你要做出点什么东西出来 这是他的核心点 但是在动森里面 其实这不是他的核心点 动森有点像是反过来的 就是你可以活在一个可以让你创造的世界里 但是他更重要的点是在于体会这种氛围 所以他给你的创造其实也是有限的 生活 可能你创造的感觉大于你创造什么东西 嗯 对 我看Punker说mancraft武器也有社会 就我不带贬异的说 我就我同意雅文说的 不过不带贬异的说的话是 mancraft实际上是能做到动森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mancraft的用户其实并不是在 绝大多数mancraft 可是这个事情跟用户真的有这么大关系吗 对他不见得是要是一定要在那个游戏里来做动森做的 那你继续 或者是回去他 嗯 就加点我觉得动森里时间和季节的设定也很有趣 嗯 我觉得动森和DQB或者minecraft是有质的不同的 他们都不是真实时间了 就是你你时间和空间的设定是是是一个 就是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不同 就是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有多少相似之铺 如果他他在这个基础的方面不同呢 他就是不同的游戏 就是DQB和和minecraft再能允许你做多少东西 他的时间是游戏内时间 他的游戏内时间和游戏外时间是割裂的 就是就是 动森是只属于他这一个类型的游戏 唯一一个能和他相提并论的烈焰天狗 或者爱相随 啊 为二 爱相随 不断的蹦出各种奇怪的点 爱相随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因为他是允许你正义虚拟关系的 就是这个还是还是静喵体型 在在那个那个弹幕上面说的 就是因为前面其实我也在想 我觉得动森他既然是建立关系 他和之前的养成游戏或者恋爱游戏 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就只不过他侧重建立的不是恋爱关系 但你像爱相随这种 他也是伴随型的游戏 他也是真实世界的时间 他里面也会有一两个人 每一次你进去 他们都会有一些新的反应 我之前在DS上面一直在玩爱相随 就是 我觉得他挺好玩的 就是每一次进去都能看到 这些有些新的反应 然后就是他们也 他们的生活也在继续 和动森一样 但是动森和刚刚说的 任天狗和爱相随不一样的 是动森有一个 Landscape 就是动森有一个场所 这个场所你是可以影响和改变的 这个另外两个游戏是没有的 我到现在还在定期玩这个任天狗 就是爱相随 我就随便玩完就算了 我对养女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对养狗我有信心 我对养狗跟我兴趣 作为一个德鲁伊 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动物 所以每当我不得不和我 最爱的王大皮分离的时候 对说的特别对 可以没有人 但不可以没有动物 每当我必须要和我的爱犬 王大皮分离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会戴上3DS 然后把任天狗打开 就是你在你的狗每天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你去遛它的时候 它也是不一样的 你能遇到的狗伙伴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也是跟着真实世界的时间在走的 但是它的游戏内环境不像动森一样 是这种你可以摆东西 可以改变它的这种环境 然后我在说的刚才那两个游戏 它也没有博物馆的这个机制 所以它不能够把你在游戏里面的这些记忆 统一存到一个地方 同时让你和这个世界里面的其他生物 有所交互 并且把你们的交互 以一种知识链的形式展现出来 就是在这一点上 动森哪怕是和其他真实时间 真实时间为基础的游戏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刚才亚文说的 那个虚拟的生存很对 就是动森其实 它的重点可能都不一定是生存 它是生活 就是你在里面不会遇到特别大的挑战 你不是像现在大家习惯的荒野生存类的游戏 你要和很多复杂的力量斗争 从僵尸口中捡一条命 从狸猫口中 对从狸猫口中 就是狸猫也不会上门来吹带 就是你不还那个钱 它也不会怎样 你还是可以继续在那里生活 所以其实这个游戏它没有矛盾 它没有 它没有常规的叙事线 没有常规的故事 它没有矛盾 然后这个有主角 但是里面没有斗争 就是 它又没有结尾 没完没了 节奏其慢 这是 这种游戏 但我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有 动森里面 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烈的目标感 哪怕是它那个还房贷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 就是你后面你会发现 其实那个房贷 就是可还可不还 就是说它 它其实完全是个人选择的一个东西 那 之前我看到 就是我 其实之前我也问过孟非 就是说 游戏是不是一定要有目标 就是如果它没有目标 它是不是游戏 就是你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觉得动森有目标吗 然后 如果说动森没有目标 那它是 游戏还是玩具呢 你 游戏还是玩具 你怎么七分两者 谢谢徐同帮我问了 我要问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 一个东西如果有目标 就是游戏 没有目标就是玩具 这种说法有很多种的 这就会涉及游戏跟玩具 怎么定义呢 我们要进入本体论的讨论了吗 我们真的要进入本体论的讨论 我们我们那个 现在今天就先录到这里 接下来讨论是候选学 嗯 但其实 我们进入本体论的讨论